给没看发布会的同学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几个问题 第一鸿蒙NEXT的推送时间是今年的8月份 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而正式搭载是在四季度 伴随着Mate 70共同上市 在上市之前满分100分 大家给鸿蒙纯选系统的预期打一个分数 你打几分呢 需要说明这场发布会并不像前一段时间 针对苹果的那场DC开发者大会 那个大会里面有很多的普通的用户也在关注 因为他们的手机是马上就可以升级的 但是这场华为的开发者大会 其实是针对开发者的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8月份这个系统推出 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升级的 尽管如此 这场发布会仍旧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它的预期是很高的 目前只能获取到发布会上的一些简单的数据 比如说准选红膜可以实现整机性能提升30% 相对于目前的红膜系统 并且功耗再下降20% 另外华为宣布 TOP5000应用都已经有所适配 可以满足用户超过99.9%的使用市场 而且现在已经在内部上架有1500多个程序 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多个领域的APP 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这是华为官方给出的这些数据 从这些数据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实话说 鸿膜系统当年一公布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 一个最常听到的词就是套壳安卓 但是没想到华为还有大杀器 也就是纯选红膜 实际上它公布的时间不算长 但短短的这段时间到现在 鸿膜的NEX就要实装在自家的顶尖旗舰上 这是让人非常意外的 目前一些头部的开发者 已经获得了鸿膜星河版的一个开发版的固件 已经在上面进行自己的软件适配 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这个版本还没什么必要去更新 当然你也更新不了 如果你已经是开发者 那就可以去开放申请一下 而且华为还会针对个人开发者 提供免费的线上云主机来协助你开发 刚才看到大家的弹幕 很多人对于华为的前景还是颇为看好的 但是就我自己来说 还是有一点偏保守偏谨慎 这里并不是不看好华为 但是对于这个前景的困难 我觉得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 华为的鸿膜NEX纯血系统 要想不失败或者取得重大的成功 需要经历哪些困难 排除掉哪些坑才行 首先个人认为系统这个东西 是你砸钱也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过去这些年 凡是在全球销量领先的手机鞋 基本上都想研发自己的系统 我们熟悉的包括诺基亚 黑莓三星微软 每一家都想做自己的系统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大浪逃杀最终活下来的 也就只有苹果和谷歌两家 而华为同样作为头部企业 和十年前那些失败的巨头 有什么不同呢 凭什么那些巨头全都失败了 而华为就一定能成功的 或者说如果华为要成功 万无一失的成功 那么需要避开掉哪些巨头们 曾经踩过的坑了 今天咱们花一点时间 看一看当年那些巨头都是怎么死的 首先要说的就是智能手机行业 曾经的第一大操作系统 诺基亚主导的塞班 注意我们说的是诺基亚主导 原因就在于塞班系统最开始 不是给诺基亚服务的 它是由多个大的手机企业 联合开发的一个操作系统 但系统一是中欧美日韩 多个国家的巨头全都加入了塞班阵营 外界也普遍看好 塞班将会一统未来的智能手机行业 为什么曾经不可一世的塞班 它就死掉了 从中华为又能吸取哪些教训 在塞班发布一时 各家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 特别是当时的各家的硬件 甚至包括接口 不管是硬件接口还是软件接口 都有大量的差异 使得开发者进入到困境当中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弄 光这个屏幕型号就巨多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适配 而且逐渐的 因为诺基亚实力太强 就逐渐的变成了一超多弱的局面 渐渐的各家都离心离德 就只剩下诺基亚一个人 力推自己的塞班系统了 甚至后来各家干脆都退出了 那么诺基亚表示 退就退 没有你们老子照样干活 所以诺基亚将塞班系统 发布到了自家旗下多个系列手机里 从低端的 包括S40到中端的S60 V3到后来的V5 一个系列接着一个系列 每一年的机型像下脚的一样多 可是此时就迎来了下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由于机型太多 同样一个系统在不同机型上的体现 差异巨大 你可以想象一下开发者要开发一个软件 在一个2.2寸屏幕上面 和一个3.5寸屏幕上面 而且纵横还不一样的屏幕上面 能够获得如何的用户体验 整个生态变得非常的割裂和落后 而且诺基亚为了保证自己在全球手机行业里面 数量上的绝对领先 每一年他要推出大量的低端手机 而为了照顾到这些低端手机的体验 诺基亚又长期在自家的系统上 同时留存Java软件和赛班自己的SIS软件 而自家的中高端系统 由于在触屏方面反应缓慢 迟迟没有引入电容屏 在和安卓系统以及iOS系统的竞争当中 体验方面也落后很多 等到最后诺基亚反应过来 准备全面推翻 使用最终的赛班3系统的时候 整个的世界已经变天了 已经来不及了 简单说诺基亚在自己最强势的时候 也就是销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时候 并没有拿出最强有力的系统 而是为了市场的占有率 去迁就众多低端的手机型号 使得赛班系统呢 白瞎了这人了 好 那么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能够觉到什么 或者说华为要避开哪些坑 那首先第一点 不能把自己的系统的差异拉得太大 简单说啊 华为的中低端型号 和中高端型号上面的鸿蒙的纯血系统 差异不能太大 或者咱举个稍微现实一点例子 你比如说华为的畅响系列 上面的鸿蒙NEXT系统 和华为的Mate 70上面的NEXT系统 它在使用的体验的感觉上 不能相差再大 大家觉得华为这一点能否做到呢 觉得不太可能 差异应该会很大 打一盖看一下同学的弹幕 当然不光都是教训 也有经验 你可以看到当时呢 赛班授权了大量的厂商 而在鸿蒙刚刚推出的时候 也有很多声音表示 华为应该把鸿蒙系统授权给更多的国内厂商 大家都用上你的鸿蒙系统 等于说华为从原来的手机企业 转变成类似谷歌这样的安卓授权的形式 来问大家 你觉得华为应该是自己承载所有的鸿蒙设备 还是像谷歌一样 把自己的系统授权给更多的厂商呢 觉得华为自己打个1 觉得大家一起来做 打一个2 看一下大家的判断 当然 目前市面上是有两个例子 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谷歌当然是成功的 而诺基亚显然是失败的 不过谷歌自己呢 并不做手机 而诺基亚自己是做手机的 也就是说当你一家独大 再想拉竞争对手 过来合作的时候 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可是有点低 来看诺基亚失败的第二个重点原因 同时也是华为必须要避开的坑 郑重选择高管 子弟父爱乐普 诺基亚历史上最后一任CEO 也被称作是近代商业史上 最大的商业木马 他以一己之力啊 毁掉了全球排名第一的诺基亚帝国 爱乐普呢 进入诺基亚任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职业经理人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诺基亚呢 它是一家多股东的公司 爱乐普呢 进入诺基亚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继续保持高利润 如果你是一个经理人 进入到一家世界排名第一的手机企业里面 但是它的利润啊 越来越不乐观的情况下 你会怎么办呢 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来吧各位CEO 现在2010年的诺基亚要聘请你来担任掌门人 但是现在公司呢 不太挣钱 现在想盈利 股东要分红 你会怎么办呢 来看爱乐普 它是怎么样让诺基亚迅速盈利的 答案是非常简单 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 爱乐普宣布诺基亚裁员5000人 特别是精简再班系统部门的研发人员 那当然结果是立竿见影啊 当年诺基亚的利润就大涨 简员增效嘛 对不对 你开除掉了一个人 立刻这个人的工资就变成了你的利润 所以呢 职业经理人想要盈利 最简单的就是裁员 仅仅盈利还不够 爱乐普呢 还需要更多的钱 进入到诺基亚以实现它这个利润大涨的一个目标 所以它立刻放弃掉了和安卓的合作计划 转而和微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这个不是白打扯的 微软得给钱 所以你别管我是怎么干的 我上任一年多的时间 就让诺基亚的利润大增 各位股东还不满意 对吧 没问题 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二年 2011年 爱乐普继续裁员7000人 这回是硬件工厂的 而在6个月之后再关闭了两家工厂 涉及裁员是3500人 所以爱乐普进入诺基亚两年时间 光裁员就裁到了17000人 接下来的4年时间 每年都裁员数千人 于之得到的结果就是诺基亚的营收 注意是利润不是营收 利润每年都在大涨 虽然收入下来了 但是股东们挣钱了 最终在爱乐普进入诺基亚的第4年 也就是2013年 他率领诺基亚把所有的业务出售给了微软 而出卖的金额只有75亿美元 注意当时的诺基亚的手机的销量 仍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手机企业 只卖了75亿美元 打费要万的 当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股东和高管们都挣到了很多钱 爱乐普本人也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离职金 离职之后 他又被微软重金聘入 进入微软的移动设备部门和Xbox游戏级业务 来吧同学们 给爱乐普这4年的诺基亚掌门人操作 打一个分数 满分100 你打几分呢 如果你是史蒂芬爱乐普 你来领导当时排名第一的诺基亚 你能打到这个分数吗 有同学说你说这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说余总带的挺好 千万不要换掉它 这啥意思呢 很多大企业 每当他的业务或者是营收 或者是利润 有一些波动的时候 很多大企业都会选择换帅 因为这些企业都是股东操盘 前面的那个CEO 他只是一个带活的 职业经理人 很多时候一个职业经理人 他想做一些长期的发展的时候 可能一两年的业务利润没那么高 此时很多的股东就要求换掉这个职业经理人 换新的 当时诺基亚就是如此 虽然手机的销量 但是全球第一 但是股东不怎么挣钱 利润不高 因为当时咱们说了 诺基亚卖了好多低端级 所以换了爱乐普 最终的结果是 股东们很高兴 因为大家都挣到了钱 那说回到 以华为为首的 国内的这些巨头企业 想要换帅 你得注意 你得考虑清楚 考虑清楚 没事不要瞎折腾 选择高管 务必谨慎 只要这名高管 他的策略是正确的 即便初期挣的钱少点 问题也不大 假设某一个高管 他成天老吹牛 只要他未来某一年 吹的这个牛实现了 就不算说瞎话 聊完了赛班的坑 以及华为需要汲取的教训 再来说一说 另外一大巨头 市值排名第一的微软 他们所做的手机操作系统 Windows Mobile 在收购诺基亚之前 Windows一直想把自己的 桌面操作系统的体验 直接挪到手机上来 最初呢 微软做的是掌上PDA 也就是掌上电脑 它要求的是双手操作 也就是说手机上面要带根笔 有点类似现在的 三星的Note系列 大概的界面是这种 但是呢 毕竟手机是一个单手操作的 当时微软想要和诺基亚竞争 所以也推出了 Windows Mobile 6.5 这样的图形化的系统 更利于单手操作 也集合了大量的厂商 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厂商 当时都推出了 微软操作系统的手机 不过咱们刚才说了 由于这套系统的 完完全全是基于桌面系统来的 也就是Windows CE系统来的 在掌上体验实在是太差 不仅是操作方面不跟手 按钮太小 没法用手指甲去操作 包括它的电池续航时间也巨短 总之就哪点都不太行 它就不太像是个手机 它像是个掌上PDA 所以微软最终痛定思痛 还是派出了 还是拿出了75亿美金 周够了诺基亚 接下来它所推出的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 还是获得了市场上的不错的反馈 也就是这套磁贴系统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爱好者认为 这套系统是目前智能手机行业里面 最为特殊的有各项化的 且具有美感的一套系统 而它在推出的第三年 整个市场份额也来到了 5%到10%之间 所以当时业界普遍认为 三大系统的格局已经形成 那也就是安卓 古德哥的iOS和苹果 安卓 iOS和微软的Windows Phone 那么最后 这个Windows Phone为啥它又不行了呢 你可别忘了 如果现在按照份额来算 实际上国内的鸿蒙系统和iOS系统 以及安卓系统 已经是成为目前现阶段的市面上的 三大操作系统了 有一点点类似当年的情况了 那么当年微软为什么就完蛋了呢 鸿蒙如何避开微软当时踩的坑呢 华为如何避免不微软的后产人 来看看当年微软有哪些骚操作 首先第一把Windows 7系统取得了 不错的市场反馈之后呢 微软打算更进一步 让自己的份额 包括整个的体验更好一点 所以呢 紧接着配合自家的桌面端 Windows 8系统 微软就推出了Windows Phone 8系统 在界面并没有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 微软宣布Windows 7 因为那个硬件它有点太老了 Windows 7当年的这些手机啊 不能升级到Windows 8 也就是说管生不管养 老系统它就不要了 这波骚骚度发不出来之后 整个业界都傻了 今天刚买完你的手机 你告诉我明天这个系统就绝把了 而且夸张的是 当微软宣布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市面上还有大量的Windows 7手机在手 当微软发出这个决定之后 那么结果就只有两个所有Windows 7的用户 这些手机全都卖不出去了 而Windows 8的即将上市在这些手机也卖不出去了 因为用户怀疑我今天买了你的Windows Phone 8手机 那下一年你推出了9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升级不了了 所以结论就是千万不能被刺老用户 对于华为来说要尽可能的给更多的老的华为的手机 更新最新的鸿蒙跟耐克斯系统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直播还是录像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6年的6月21号 周五晚上的22点38分 所以显然是直播 必须 刚才这些还不是微软骚操作的全部 后边还有 Windows 8系统即使它的用户少 但它系统层面确实还挺好用的 极端的流畅 甚至前两天我拿出一台老的Windows Phone手机 我都觉得和今天的手机比也不差 那它后来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玩死的 而华为又能寄取什么教训呢 第一个软件系统 当时的软件阵容比较匮乏 毕竟你是后来者 面对iOS和安卓你这差的有点多 那怎么办呢 微软有办法 我有超能力 也有钱 所以微软就砸了巨资 只要你愿意开发程序 我就拼命给你砸钱 那这造成了一个结果 一瞬间微软的系统上面来了大量的程序 但是微软是只管发钱 它不管审核 当时有大量的开发者 开发了大量的套壳程序 也就是同样一个程序 我稍微换了个界面 甚至只改了一个图标名 就重复上架 当然也填满了微软要求的商店的数字 大家觉得都好看 但是用户知道你这里边高质量程序太少了 说的最简单的一个事 当时居然没有官方的微信 你敢信 也就是说 微软当时并没有去集中攻克那些重点的软件 而是广撒网 一句话 只追求数量 没有追求质量 使得很多人买了微软的系统 但却不能用主流的程序 所以对于华为来说 一定要加强审核 咱们宁缺物烂 一些头部的开发商 咱们可以给予更多的资源支持 还有一点也是微软失败的状态原因 就是策略的飘忽不定 微软的最开始是打算采用授权费的方式 谷歌那边是免费把系统给手机厂商 微软这边居然是模仿自家在PC端 Windows桌面系统的那个形式 你要装我的Windows Phone系统 你得给我钱 手机厂商都少了 你有病吗 微软 谷歌给我补贴 你还管我要钱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这件事情在微软收购诺基亚之后 又进一步加剧了 因为诺基亚显然是微软的亲儿子 无论是从系统的适配度 发布时间 Windows Phone加诺基亚 都明显领先于其他的手机厂商 所以后来各家厂商 包括三星 HTC也就不再推出 Windows Phone的系统的手机了 逐渐大家都转到谷歌那边去了 所以对华为来说 要做你就做好 要自己做就别考虑别人 你可以不给别人授权 那你就专心把自己的华为手机做好 最终硬件厂商越来越少 软件质量越来越差 Windows Phone最终走向寿终正寝 让人相当的遗憾 而且不光是系统没了 当年花75亿美元收购来的 全球排名第一的诺基亚也没了 微软你还我诺基亚 好了 刚才这些都是陈芝麻烂骨子 有同学表示 主播你说这些有啥用 这都过去十年的事了 再说有意思吗 在这蹭我们华为热度 有这个必要吗 说点有用的 OK 那咱们就要聊一聊 如今的两大系统 iOS和安卓 纯雪红萌想要和这两家去竞争 那显然这些事得办呢 首先就得争取开发者 在这两大系统上 大家最反对的是什么 当然是抽钱 也就是苹果税 在iPhone上面上架一个程序 要抽30% 这个大家都了解 在安卓这边抽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可以打在弹幕上 原来也是30% 最新的标记显示 谷歌为了增强竞争力 已经把自家的软件商店抽成 从30%降到了15% 注意要是软件商店 不是游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给华为的第一个参考建议 那就是你的抽成肯定得比苹果 比谷歌都找才行 也就是说 华为的软件商店的抽成 最好不要高过15% OK来问你 如果你是华为的高管 会给自家的商店抽成 百分之多少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有同学表示 不用跟国外比 国内的市场都抽成多少 国内的各大手机厂商的市场 普遍抽成在30%到50%之间 所以个人建议华为还是降低一点 降低超成比例 华为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软件开发商 但是别忘了刚才咱们聊到微软失败的例子 很多的重点软件 它没有在自家商店上架 华为这边要想搞定鸿蒙纯血系统 你觉得它必须搞定哪一个软件 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结论非常的简单 不用问 大家伙都知道 华为必须搞定绿泡泡 那么它能搞定吗 有的人说这有啥不能搞定的 这都是国内企业 这有啥不能搞的 来看过去几年的新闻 最近这几年 华为和腾讯之间 其实有几次 早在2017年 华为就和腾讯之间 就数据之争 发生过一些友好的交流 最终是工信部出面解决 具体的事咱就不多说 总之2017年的时候 两大巨头就有交流了 而2021年的时候 更是直接撕破脸 华为全面下架腾讯所有游戏 这也就是咱们刚才聊到的渠道分成 厂商分成稍微多一点 而游戏开发商表示你分的太多了 所以回顾过去几年 每隔一段时间 这几大巨头之间 不可避免的 就会发生一些友好的交流 时间来到了现在 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 鸿蒙 包括华为这边 都会公布一些重磅的软件 登陆我们的鸿蒙系统 但是他可一直没有公布绿泡泡的消息 最后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这次鸿蒙的纯选系统 next 能搞定绿泡泡吗 觉得可以打个一 觉得不可能打一盖 看一下同学的弹幕 有的时候为啥可定 搞不搞得定 其实内容很简单 咱们刚才已经聊过了 无非就是一个抽成 你想要的多 我想给的少 就这么简单 那有没有可能解决 来看最新消息 目前多家媒体报道出一个信息 注意 双方都没有公布 这是传言 但是有这么多媒体都报了 看起来也接近了 这在媒体报道的华为腾讯 接近达成了协议 鸿蒙将不对绿泡泡 收取佣金 说白了就是不抽了 大家把格局打在弹幕上 刚才我们回顾了过去这些年 各大巨头做手机系统的历史 中间他们踩了一大堆的坑 我们现在看 华为基本上已经避开了这些坑 比如说在华为自家多个型号的手机上面 操作体验是比较统一的 每一次更新系统之后 也都尽最大的努力 让自己比较老一点的 甚至三四年前的手机得到升级 尽量不去背刺老用户 这句话应该叫 尽量不去抛弃自己的老用户 在对老型号更新这块 华为毫无疑问是国内所有厂商当中 做的最到位的 第二点 高管稳定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 在利润的追求方面 就不像那些股东那么赤裸裸的 它可以把大量的资金放在研发上面 你能想象一家商业公司把四分之一的利润放到研发上 这太困难了 华为它就可以 第三当然就是高管稳定 这么多年以来 余成东 何刚一直是稳定的带领着华为的全企业链 带领着华为的整个的研发团队 即使在过去的两三年被阿美利卡制裁的过程当中 利润从脚脖子那卡的那段时间 高管的架构也没有变动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避开了当年诺尼亚才的坑 第四个就是软件匮乏的情况 华为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向 一个是鸿蒙系统 一个是纯学鸿蒙 鸿蒙系统可以使用所有的APK 也就是安卓系统的软件 等于它不存在软件生态的问题 以争取过度的时间 而至于我们担心的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能否争取巨头软件商入驻这件事情上 当年微软没做到 而从最新的传言看 华为好像做到了 当然这一切要等官宣 OK 这就是纯学鸿蒙NEXT系统 我们所要聊的所有了 最后大家再来判断一下它的前景 满分一百分 你觉得华为未来系统 能否成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 达到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 如果能成功是一百分 不成功是零 看一看同学们的判断 我是大言 这里是科技美学 关注我们 稍后为你带来更多 关于鸿蒙系统的详细体验 OK 我们再来回答几个问题 今天差不多就结束了 看一下他们的目的 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问 把同学说能不能体验一下这个手机 我看了一些开发者展示的操作界面 和现有的鸿蒙系统变化不大 华为要保证它的平滑过度 你基本上就是不跟你说 你都看不出来有啥差别 强指图标什么全都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两大操作系统 安卓和IOS都是阿美利卡那边的 当年欧洲做的赛班失败了 三星韩国也曾经做过Tizen系统 也失败了 那就看咱们中国做的鸿蒙系统 能不能成功了 继续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 三星当年也做自己的系统 而且做了好几个 它失败就失败在做了好几个 既做了三星的安卓系统 又做了Windows Phone系统 还做了自家的Tizen系统 做了好几个系统 最后三星就觉得想多方向压住 感觉哪块好一点我就想试试 就不想落下 最终它并没有在哪个地方发权力 所以它自家的系统 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备胎 很多巨头都做 阿里巴巴也做 自己的阿里云系统 本来它阿里巴巴是想 仿照谷歌的方式 但是最终也没成功 做系统成功是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华为要想成功 不像大家想象的 我一说就成功了 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多巨头都失败了 为什么华为就能成功 咱们得看分析 它有哪些坑它没踩 它的失败的概率就小一点 咱们问如何去更新活摩系统 目前给出的一个方式 就是正常的通过手机端 点更新升级的方式 不是那种所谓的 什么那种很麻烦的刷机 那种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OTA的方式 都是非常智能化的 很方便的 OK 11点钟了 咱们今天就到这 大家晚安 早一点休息 期待